早安 欢迎大家收看即市策略 今天是12月12日星期二 昨天会市似乎星期五的失业率消化了7188 反而对市场影响不大 经过数据后今星期又到议息 今晚两天的议息会议 大家都认为一定要加息 究竟我们何时开始炒美金 会因为加息行程出现 先看走势 昨天有一件事会缠绕策略 究竟我们会相信美国加息预期会令美元升 或是以往见到的 由美国数据带出来的美国加息预期 在过去两年中有惯性 大家可能没有具体留意 我们在美国由量化宽松后进入的加息周期 其实我们会根据何时才逐于美国要加息 我们会找一些令美国要加息的条件 加息条件是 这段期间大家都知道美国经济好转 要么是通胀 要么是市场好转 由于全世界都没有通胀 所以会导致大家只用失业率作为美国经济好转的参考 所以你发觉在这两年内 大多数当我们要炒加息预期 有一个令美国有加息预期的数据才能做到 所以你会留意到失业率是最重要的 所以往往美金通常会在失业率或美国宣布加息 那天会有一个由升跌的转向 而上星期五在欧元上有一个转向 最高上升1.1810 其实也代表美国的数据已经消化完 但今早又跌下来 日元亦出现相同的状况 又是经过星期五的数据之后 昨天日元又转强回 但今天又出现了想下跌的宣告 因为今星期不仅是美国有意识 其实欧洲和日本都会有意识的相关消息出现 昨天本来上星期又谈好了的退欧谈判 但贸易可能要等到明年 所以导致昨天又跌下来 瑞士同样 周五数据后已逆转走势 美金又是一样的 美元指数昨天出现了 公布美国数据后 不升反跌 虽然今早回来 我们看到美金升上来 刚才也很详细告诉大家 为何我们要炒美国加息预期 就是因为明天意识 所以大家要想 美国还有没有加息预期 而加息是否会令美金升 现在是有点 令大家有点怀疑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得到 如果理解到我所说的画门之中 可以知道我的策略 我应该怎样做会好些 或者我怎样可以早着先机 这件事是重要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今天的策略 记得去我SkyFi的Facebook专页 今天的节目才做到此 7个月 芝麻 20 shapes